这个看到了这个俄罗斯有轰炸机有预警机 这样的军机既然都飞过了包括南韩 日本还有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而且最重要是要飞过这些防空识别区 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有跟这些国家报备吗 到底相亲是什么呢 笑语哥你怎么看 哦的确啊 昨天的那个日本防卫省跟那个南韩啊 都同时发布了一则消息 这其实就非常罕见了 真的 因为如果说通常啊 日本当然因为他周边那个防空识别区 布得非常的这个周延嘛 所以俄罗斯的飞机啊 只要一绕到这个日本那边去 那个日本就哇哇叫 俄罗斯军机又来了 对那个 然后结果呢 那个昨天呢 就是防卫省率先发布 就是俄罗斯的军机 入侵了日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而且呢 他这次很特别 他是两架 你看TU95 搭配一架A5食欲警机 那A5食欲警机的航机呢 就在这个日本海上空 做一个这个飞 我们称为这种跑马航线 他就去这边绕啊绕啊绕 绕完了走了 那但是TU95轰炸机呢 他大概差不多从就是 那个韩国的东部海面 开始先往南飞 往南飞之后 已经到非常接近 日本的这个领空了之后 然后往东北转 就沿着日本的领土边边这样飞啊 然后飞到北海道 然后再往西转 然后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个人估计 TU95是什么轰炸机呢 TU95大家都知道 他是俄罗斯啊 等于说服役可以算是 最久的轰炸机 它这个飞机啊 它的这个地位在美国来讲 同类比的就是B-52轰炸机 它非常的老 非常的旧 但是呢 它其实还蛮可靠的 特别你不要看 它虽然是一个螺旋桨的飞机 你看很特别一个 它那个螺旋桨是正负啊 那个就正转反转那种弄的 也就是说 让它这个飞机啊 有个非常特别的操控性能 它在那个水平飞行的时候 速度可以达到500节 也就是900多公里 这已经是螺旋桨飞机的极限了 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飞机 另外它的载弹量也很恐怖 它可以在30枚的500公斤炸弹 或者是核弹 而且呢 也可以带射程3000公里的 那个厨房超音速巡弋飞弹 那个超音速巡弋飞弹很厉害啊 那个水平飞行的时候 两倍音速 最后终端冲下去的时候 可以达到四倍音速 那你说冲下来谁挡得住啊 就倒大煤了 所以那一次 它这样绕了一圈以后呢 然后A-50的预警 其实A-50大概苏联造 俄罗斯造了40架左右 那它的任务就跟美国的E2C很像 做空中雷达造 去预警管制的 那它在这个地方到这里之后 我相信他们应该做一个 联合的演训 比如说到这边以后 那个俄罗斯的预警机 就指挥这两架熊式轰炸机 如何对这边境内 那可能的美军目标 那个基地发动攻击 因为这边像有三折千岁等等 这些都是美国日本的 重要这个基地在这边 然后演练完之后回去 回去就结束了吗 对不起 并没有 还没有结束 对 来看啊 因为它刚刚到这边就没有了嘛 但是你看同一天 又出现了 继续飞 同一个航线到这里 但这时候可能日本又很紧张了 是不是又往东北来 对不起 它往西南去 而且一直贴着它的领空这边那样飞 对 几乎可以说从它这个 等于说它跟韩国之间 这个对马海峡这边 就这样过去 一路这样过去以后 到了这里 到这里基本上来说 已经离开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了 所以日本说 佛弥弥陀佛 他终于久了 走了 但是对不起 但是换到中国 换别人要紧张了 你看那个下一张航线 你知道他刚那个日本的 那个航空自卫队追踪 在这里不管他了嘛 对不对 对不起 他继续往南飞往南飞往南飞 一直飞到哪里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各位那个观众朋友 可能听那个 我们的赖教授讲过很多次 苏延礁 对不对 就是日本呢 韩国在那个中国的上海外面 大概400多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水下70多公尺的一个岸礁 然后在上面盖了人造设置之后 变成一个人造岛 就变成一个这个 那个韩国称为榆里岛 但中国大陆那边称为苏延礁嘛 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人工岛 来他到这个 那个人工岛这个 这个榆里礁这边啊 飞了一圈 然后又往北边飞 然后往北边飞之后 又往南边 从这个大概差不多可以看到 所以这么远啊 对 他这个TU95这个飞机啊 他非常的厉害 他其实飞行一次任务啊 他甚至可以飞到 你知道多少 飞到一万五千公里 嗯 他那一万五千公里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是冷战时期 俄罗斯的一个标志 飞到哪边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美军啊 或加拿大 或北约的飞机去拦截他 那A50那个预警机 跟他这个搭配啊 倒是在这个区域来讲 还是很少见 那他这次飞到苏延礁 那个地方还绕了一圈 基本上来讲 你看 他就是等于横扫 三个国家的防冲识别区 对啊 日本的 韩国的 还有中国大陆的 他到那个 那个韩国的时候 还让日 那个韩国的这个战斗机啊 那个F-15K跟那个KF-16 双双紧急起飞 你知道吗 上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个北极熊 跑到这里来了 对 熊出末要注意啊 都没通知就是了 都不知道 当然是不会通知了 其实我想 这次俄罗斯 他这么大动作 到这个区域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跟韩国的联合演习 现在最近开始了 那那个韩国那个演习的 那个在韩国这个地方 打得如火如荼 虽然说这次韩方 跟美方都说 我们要低调 避免那个刺激 金三胖 对不对 让他免得到 让金三胖做出不举动 不理性的举动 但是那个俄罗斯 在这个区域 还是要保持说 今天在这个地方 不止你美国是老大 我今天来 我在这个区域 T-595飞出来 就像美国把B-52飞过来一样 代表 我是有能力 用核子武器 去打击你们这些国家 是要宣示一下的那种感觉 有这个宣示的味道 不过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是 他这次居然宣示到上海外海去了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 对不对 他整个飞到上海的外海去绕一圈 那就把中国也拉进来 就到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视频区 这边你看 这飞得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近 你看到这个地方绕了一圈 看起来不像是 那个跟中国大陆的联合演习 因为如果有的话 这个新华社或者说是央视 一定会有新闻出来 目前为止还静悄悄的 所以北极熊 这一次熊出没 对不对到底是干什么 说真的大家还真的障而清刚 摸不着头脑 值得观察 真的是太奇 新闻也传出来要来凑一咖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是正式的宣布 他们预计在两年之内 要在北方四岛的其中两个岛上 大兴土木盖一大堆的设施 这是不是代表在北方的领土争议 这个俄罗斯也没有要跟你谈 就是整个拿走了 那笑语哥 的确北方四岛 其实是二次世界大战 到今天留下了一个未解的一个问题 俄罗斯甚至于在这么多年之中 他们还计划要在这些岛上 近年来准备要建立大型的军事设施 跟军事基地 因为其实二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二战日本的联合舰队 要出发恒越太平洋 去偷袭珍珠稿的时候 它所有的日本联合舰队 在哪里 就在北方四岛集结 对 等于说 它那个船在那边集结完之后 那个地方叫丹冠湾 集结完之后 然后恒越整个北太平洋 到达这个夏威夷 然后对美国进行攻击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在近代中 这北方四岛对日本来讲 有多么重要 但是这么些年来 日本一直很希望俄罗斯 那个从苏联到俄罗斯 来归还这些领土 但是你说对俄罗斯来讲 这战斗民吃到嘴里的肉 可能吐出来吗 好像什么国家 都不会这样子吐出来才对啊 对 然后那当然了 那个普丁上台以后 又其实因为俄罗斯 跟日本的关系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也还稍微好一点 那时候日本曾经一直希望俄罗斯 能够还 但那时候俄罗斯大概 基本上来讲说 好吧 那我们可以还 你这四个大道里面 比较小的两个 但日本人说不行 要就要全部要 要全部还 对 所以日本其实在 这个领土的这个争端上 对冠冥也是有 这个多套标准的 比如说主岛对不对 他们就说那个是 日本领土被韩国占领 但是要还给我们日本 那同样的 那个钓鱼台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 那现在被日本占走 我们也不还给你 但是对于北方思想来说 对不起俄罗斯 你一定要还给我 那现在你看俄罗斯 他在那上面要盖 那个军事设施 就代表今天他已经 就没有要还了 对 就吃了衬头铁而心 就不还了 而且日本的动作越大 我跟你讲 俄罗斯的动作更大 更大 对 我们看到过去 一个多礼拜以来 这个俄罗斯 这个战斗民族 对不对 毛起来这个把飞机 绕着日本的这边飞 你看它有两种飞机 它出动了那个 TU-95轰炸机 还有IL-20电子侦察机 就绕着日本的 这个防空识别区里面 它那个日本 基本上来讲 它不是画一个 很大的防空识别区 对不对 其实作用跟中国大陆 东海防空识别区一样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它那个日本的 这个防空识别区 基本上来讲 它连着它那个领土 这个附近 它画其实画得还蛮大 但是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 进去 它马上吃人家豆腐 就说隔天就在防卫省 发一个新闻稿说 又有谁的这个飞机 跑到我们这个 这个防空识别区里面来了 实际上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防空识别区 它没有国际法效力 所以你爱来就来 爱走就走 你只要不要飞到一半 突然朝向人家本土 准备发射飞弹 就没事 所以但你看 俄罗斯它多狠 它在前几天 一天 一天 六架TU-95 六架 而且分三个不同的方向来绕 那天真是把日本 航空自卫队给盲坏了 不是 就是把防空自卫队给盲坏了 就是说 因为你看TU-95 这个飞机它的特色是 它可以在空中做 非常长时间的制空 一飞十五六个小时 对不对 它就沿着你的领土绕啊绕啊绕啊绕 你看 它这边这个路径 就从这个地方飞来 然后北方那个海 然后绕到 你看绕到北方四岛再出来 这很明显就调缸啊 对 真的就是故意要 而且你看还有一条 你看就这样绕绕绕 绕过整个日本这样 绕整个日本啊 这样飞过去 所以你看日本来讲 基本上来说对俄罗斯 它这种做法 真的是觉得非常愤恨 而且其实你知道吗 过去在苏联时代 到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时代 其实以近几年来讲 日本的那个防空识别区啊 被俄罗斯的飞机啊 进来这样亲门踏户 然后就像逛我家自己院子 一样这种飞法 反而数量跟次 那个架设次数 都比以前前苏联时代还要高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特别是安倍这个 那个执政这一年 那一两年以来啊 日本的这个轰炸机来的频率 又比过去还要高 所以这个安倍啊 老是跟人家喊说 北方四岛还我 那那个北极熊 就秀骂手给你看 因为Q95轰炸机 是可以带核子巡弋飞炸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感觉出来 日本真的是很头大 那既然北方的岛 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 不让不让呢